要不是看了这个男人玩游戏 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在家里是怎么出车祸的 就因为电脑玩赛车太平淡 这个叫马路的小哥突发奇想 于是对椅子进行了一点点改造 直接沉浸至还原车祸现场 救护车都是邻居扛着上楼的 有了上次教训 他对椅子再次做了升级 玩起了骑马游戏 在玩游戏的道路上 小哥从不满足闪光弹 致盲的效果不够 就对屏幕做了升级 一高杂来一个好吗 求你了 烟雾弹被嫌弃不够逼真 于是将神秘装置栽进显示器 差点让隔壁消防队都坐不住了 因为效果过于显著 小哥被邻居疯狂投诉 万一再来个手榴弹 指不定哪天就开席了 啊啊啊